現在是快晚上9點 飛機還沒有維修好 再領一次參見 現在已經半夜1點多了 今天早上見 早安 希望今天飛機給新春節一個 前兒童談主持人西瓜哥哥李悅 昨天在社群分享 上禮拜要從香港返台時 因飛機引擎故障 慘遭滯留機場16小時 讓他無奈大喊 早知道舅保裡有平安線 在機上酷酷等待三小時 最後被通知 整個班機都需回到機場等候 就連領餐券都要等上兩個小時 直到晚上12點被告知 確定無法飛行 禮月無奈只好留宿機場飯店 最後終於在隔天早上10點順利登機 等待16小時終於返家 還感謝地勤人員的耐心 還呼籲大家出國一定要記得保險 至少可以彌補等到要瘋的脆弱心靈 再會見到一期見到